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股市美国的经济真的是会一路高歌猛进吗 你怎么看 美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够一直高歌猛进我不敢说 但是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 那就是如果世界经济出了问题 能够独善其身的一定是美国 也就是化而言之 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赢者通吃 在经济膨胀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敢于冒险的胆量会变得越来越大 在这个时候好和差本身体现的都不明显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赚钱 而且某种程度上你在一个更危险的地方 你获得的回报和收益会更大 但是一旦如果全世界都出现了问题 开始退潮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向最安全的港湾撤退 而在这个时候第一名代表的是全世界 第二名是没有用的 第二名和第十名在我看来没有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金牌可以坐在前面 银牌和铜牌就得坐到后面 理论上来说不是按照三分两分一分 来进行这样团队的积分的 金牌就是金牌 它带来的国家的至高荣誉 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奖牌 当然这想法是畸形的 但是在经济上面体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当年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 任何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不会考虑当时的世界老二日本的 都会把所有的钱带回世界老大美国的怀中 尤其是只要仍然全世界是以美元作为主流货币 在进行结算的话 那么只要世界经济出了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 即使相对来讲会困难一点 比起它所有的难兄难弟 班长的日子还是要好过很多 那是 而且美国在这一波的 应该说08年以后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中 美国虽然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 恢复期复苏期 但是毕竟美国还是西方国家最亮丽的 对 而且很典型做个管中溃爆 就是在我们家边上的Woodland Hills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很豪华的一个mall 这个mall豪华的热闹到什么程度 我跟我太太带着我们家儿子女儿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想去吃顿饭 排队都还要在food court里面等很长时间 如果美国经济不好的话 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情况 而且这样的美国经济好 跟某些国家的经济好是不一样的 有些时候的经济好 是它把钱流向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而在美国你看到就所谓的main street 大街上的民众 能够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当中受益 本身才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全和健康的 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来美国 我住在Beverry Hill 经常去那个Beverry Mall 那也是有钱人 不我是因为出差 国家出钱 那个有人出钱了 然后很多国内朋友问我说 你对美国印象什么 我说我对美国印象最深的 美国在shopping mall里的人 每个人手里都大包小包 我说这是我印象真正的购买力 这是真正的 而不管他们穿的 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 还是墨西哥人还是华裔 无论他们穿戴豪华普通 他们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 大家每个人脸上喜气扬扬 手里都是大包小包 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经济的那种 繁荣的感觉 今天我在Arcadia Mall里面我见到了 对像刚才您说的这个 我必须要抛一个段子出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始终认为成都会是中国今后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原因 我同意您的说法 就是在于成都的很多消费结构 跟美国非常相近 有钱人和没有钱人 都倾向于的是借贷消费 而不是储蓄型消费 开着宝马的 兵力的 开着丰田的 开着奥托的 骑着电动车 自行车 穿着拖鞋走路的人 全部都坐在路边一个苍蝇摊子上面 吃同样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购买力本身体现的是 一种普惠购买力 而不是一种阶层分开的购买力 这种在上海北京的冷库当中 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还真是认为 成都作为中国的西部中心 今后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另外一个城市是城上 那一样的 对 没错 这都是中国的典型的消费城市 所以这些消费 我们不能说那种消费好与不好 但是对经济角度来看 是的 这是一个拉动 所以在美国今天 有时你到我们周末 因为我们周末习惯中 到外面去吃饭 对 好一点餐馆你都会发现 你都要排队 没错 确实如此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美国已经完全走出了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不管奥巴马的他的业绩如何 但是美国走出来了 可不可以下这个节目 我这个相对来说保守一点点 我觉得美国完成了一次脱胎换股 但是这个脱胎换股的过程还没有完全走完 我们不妨可以回到08年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美国当时的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美国当时的经济是在90年代 互联网蓬勃发展 带来的那一波高科技的潮流的红利 已经基本上被消耗光了 但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又没有开始 而同时民主党掌控的很多州 首先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 但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抨击民主党 就他所控制的这些工会 带来的日益减低的劳动效率 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底特律一个装螺丝的黑人工人 可以拿到12万美金 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码头一个挂钩的工人可以拿8万美金 最关键是那个螺丝还没上好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真上好了也只能12万 所以但是美国今天你仔细再看 已经回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早期 相对比较朝气蓬勃的那个状态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这是一个凭能力凭工作效率 吃饭和干活的这个社会 同时美国找到了下一波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点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脱胎换骨最主要的标志之一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作为美国来讲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真的不乏聪明人 对 但是聪明人最大的 人们对他最大的赞誉是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没错 比如说像您开车 开这部车这个发明者 我一直认为美国的电动汽车 未来一定会引领世界的潮流 您还记得我开特斯拉 谢谢 原因是我对特斯拉非常关注 原因就在于说 我曾经跟加州的另外一位官员来聊的时候 说我们加州有个非常宏伟的计划 我们洛杉矶和包括北加州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 所有人上班 80%的人 commute 20 mile之内 对一定是特斯拉可以做到的 没问题的 特斯拉可能太昂贵了 我们可以做特斯拉的缩小版和简化版 特斯拉正在做 所谓model c 对 他说我们跟他合作 你家里可以保留一部油车 对 但是你也具备一部上班用的电动车 对 他说如果一到五上班的人都去开电动车 他说我们的油我们的空气 我们的品质都会增加 那一定的 就是美国文化中有一种创新 对 你觉得这个东西回来了吗 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回来了的 而且这件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华尔街 在08年之前 华尔街是处于一片 就是阴歌厌舞的糜烂之中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 多少普普通通的华尔街的员工 都可以赚很多钱 分很多奖金 你看有部电影 叫做《华尔街的狼》 那部电影 最后就反映了华尔街的状况 对 莱雅纳多迪卡普耀演的 确实如此 现在已经回归到相对比较理性的时候 首先如果你是做交易的 我的这个奖金 我三年给你发完 第一年发完了 你做得好 但是第二年第三年 显示出来是因为 你通过过于激进的交易策略 以公司的资产作为冒险来做的 对不起 第二年第三年你就没有了 那么从这种角度上来讲 对于一个人更有效 或者更自律的来创造社会财富 和用赌博的方式 用其他人的财富 来换取自己短暂财富激进增长 比起来明显前者要变得理性的多得多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一定把去华尔街 当做非常标志和成功的定义之一了 你去湾区的创业公司等等 也很受人尊敬 跟08年之前清一色 不去趟华尔街度下金 都不好意思跟朋友抬头打招呼 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确实 因为美国这一波的 我同意您的观点 也就是说美国08年 这一次金融和经济危机 不仅仅是把一个泡沫把它挤破了 同时也使美国的很多的精神 或者说美国的原本应该有的东西回来了 美国人过去那种不能叫冒险了 干脆就应该说是一种甚至有点红来了 对 纯粹有赌博 对 赌博 所以我也觉得 但是有一个东西还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根据美国的我们总统上台说的一些 一系列法令 现在很多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的一些交易 有可能在未来 又开始抬头了 又开始抬头了 对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苗头 对 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是过去华尔街暴跌的原权之一 对 对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马赛卓塞州的参议员 这个Elizabeth Warren 她曾经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重新修订银行法 重新应该对华尔街有一个约束 因为原本的银行法在克林顿时代被废除了 对 所以你觉得华尔街现在的这一些 过去被暂时被停的或被封的这些所谓的不正当 或者说叫金融衍生品 他们的回归会不会继续干扰美国经济 相对来讲我觉得应该不会 原因很简单 就任何一次创新它都存在一个这样的过程 创新带来收益 创新的太过了 把旧世界全给砸烂了 然后把旧世界稍微拼一拼 把创新在监管的要求之下拉回来一点 结果发现拉过了 再往前推一点 就任何一次创新都是跟监管之间来回交互的过程 在这种交互的过程当中 只要它是变得越来越完善 我本人对金融的衍生品本身不持任何反对态度 我持的是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之下 肆意烂围来任意创造金融衍生品的这样的做法 是我不看好的 所以这点我相信美国应该能够改变 最主要的强大的地方之一就在于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 被人嘲笑两次以上 这才是丢份的事情 这件事情在美国基本上我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理由觉得它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看看我们的下一任总统他会不会在华尔街 因为华尔街永远是我们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卷金的来源 所以当年我们欧巴马总统能够做到位子上 其实跟华尔街有密切的关系 大家这是一个今朝不宣的秘密了 但是毕竟大家不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和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金融机构有太多的密切的关系 那当然 最后一点时间 您认为美国的股市也好 美国的经济也好 在未来 起码在我们总统欧巴马卸任之前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划船 这是一个不要 对 就是美国的政府部门 包括一些金融机构 都会处于所谓的观望状态 再看到底是共和党上台 会制定更加激进 但是更有利于经济的政策 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 或者有可能其他人上台 会延续民主党大过分的政策 但是因为希拉里相当于是左边更偏中间 那么是否带来一些更和缓的这种经济政策 都是持观望态度 但是用我很多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朋友的话来说 没有人会比奥巴马做的更差 我